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通篇从头到尾都用似乎大概如果可能或许将来或许会等猜测性的语言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没有任何确凿的具体的事实 竟居然就判断中国有组织的广泛窃取美国敏感技术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这是十分荒谬的 这种中原听闻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 核武器的发展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 中国从来没有像Cox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从美国核武器实验室窃取机密 事实上Cox报告中所说的w56w62w70w76w78w87w88 这七种核弹头的性能数据早已在美国公开出版物上发表 不是什么秘密 更谈不上是窃取 商业卫星发射是空间技术的和平运用 是互惠互利的正常的 咱们现在来讲的 这是个图的 与战艦的制裁 别人的互联络 与战艦的特别人的知识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一切相当 плюс的 因此 情谈我说 被是暗命的 建议 我现在已经用了 你直接用了 这是接触